选民对整个制度失去信心 认为政治人物信不过 要怎样赢回选民的信心 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马来西亚面对的问题就是 好像我们陷入在一个级级 所以我们怎样走出去 怎样走得更远 马来西亚这一次的大选 我们也可以说是面对一个十字路口 一个分水岭 因为它经过改朝换代过后 它是整个政治版图是重新洗牌的 整个政治模式也很大的改变 以往的政治模式就是一党独大 一个国阵一个武统 它就领导或者影响整个马来西亚的政策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有机会改变 整个马来西亚的方向 因为武统的霸权已经打破了 它也没有以往这样这么强大了 所以我们能够打破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模式 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要保住一个多元的社会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这个整个政治的这个理念 都是要走多元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不能够跑单元的这个政策 一定要保住到多元 要面对第15届全国大选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怎样赢回选民的信心 因为一般的选民可能对整个制度失去信心 认为政治人物信不过 政治人物可以随随便便就可以跳槽 所以政治人物的这个可靠性可以说是已经跌到很低 所以我们很了解这一点 要怎样赢回选民的信心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要落实这个反调查法令 就是要赢回选民的信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国会已经通过了这个反调查法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在面对大选之前 能够落实到一个最重要的改革 希望这一点能够多多少少赢回选民的信心 对于华裔选民 我们只能够说说服他们 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 华人虽然是占22多巴仙 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小数的民族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也是有责任去决定 去参与整个未来 如果华裔选民不大力出来参与 如果西蒙没有一个很大的政治力量 那么他就偏向呢 可能就是不同一党的这个模式 他就是单一种种族 或者单一的路线来治国 以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政策 整个国家的方向和发展呢 都走向单元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 非马来人的这个地位 我们其他种族的存在感呢 都肯定呢 受到影响 所以对华裔选民来说 其实是很关键的 如果你放弃这个选举 让别人帮我们决定 那么你就不能够 以后不能够影响 我们国家的这个未来 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的政坛呢 就变成一个沙包 两边都要打的沙包 当武统落的时候 他就拿民主行动党来出气 他一路来讲 我们是一个华人政党 如果我们掌握权力 就会威胁到这个马来人的地位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当我们要走到更中融的时候 我们要跟多元的时候 在国阵的另外一个成员党 马华 就会打行动党 就会讲行动党 现在行动党要走多元 忘记华人 虽然华人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持者 我们没有想到华人的这个利益等等 但是肯定我们很了解 我们的方向要怎样走 第一 民主行动党是一个多元的政党 我们一定要走多元的路线 和全民的路线 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持力量 是来自华社 但是我们也要找一个平衡点 怎样来说 我们要说服 华裔社会 华人社会说 多元的这个政策 还有全民的政策呢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照顾到华人的利益 我们要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我们要一个更连结的一个政府 其实如果这些价值观能够弱实的话 其实受益的是全民 包括华裔选民 包括马来选民 所以这些是超越种族的 所以这两者我们要走出一个平衡点 肯定在政治上很难 很难去做到的 但是我们会尽量 就比如说在来界大选 肯定我们的整个候选人的排阵 要显示出有多元 我们也要慢慢的打破那种思维 说如果一定是要马来人 才能够代表马来选民 华人才能够代表华人选民 这个思维呢 可以说是非常落伍的 我们一定要打破它 以往的模式 09行动党的候选人 一定是对上国阵的马华 或者国阵的民政党 或者国阵的这个印度国大党 但是现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 已经洗牌了 所以肯定行动党也说 我们不能够把这些所有的议席 就交给公正党和成兴党而已 公正党和成兴党也说 这些选区都是非常困难的 都是对了武统 行动党也是必须要去担当 去协助来应对这些挑战 所以我们说我们准备 没问题 提出我们的长远的路 我们也要打破这些困局 就是包括一些保守的选区 一些叫内陆的选区 或者在武统比较强的选区 我们都要去应对 去面对 所以政治是一个长远的工作 你必须要去经营 你必须要去努力 你必须要去服务 才能够看到效果 所以我们是以这个出发点 来竞选这些武统强的选区 第一你一定要让国家怎样怎样强大起来 因为一般上的感觉的马来西亚过去十多二十年来 特别是过去几年 这个南京的时代的时候 你在整个政府的这个良好时政方面 有很大的这个打击 特别是伊马发展公司的这个丑闻爆发过后 怎样重新赢回整个国际上的这个信心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第二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是贪腐 怎样来打击贪腐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议程来的 怎样来说服人民说要给我们机会 要有制度上的改革 有制度上的改革 经济还有看到转型 马来西亚现在目前面对的问题就是 好像我们trap在一个level这样 所谓的mitted income trap 所以我们怎样走出去 怎样走得更远 在国际上我们怎样有一个更好的定位 在东南亚我们有一个怎样的更好的定位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量 所以以往可能 在东南亚里面 马来西亚的竞争对手则是新加坡 现在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已经是 印尼也走上来了 泰国也走上来的 越南也走上来的 所以马来西亚的地位呢 在各方面各领域的地位 都好像有一点弱了 所以这方面呢 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愿去改革 去落实更好的政策 去落实我们的整个国家的这个potential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